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藍白到底要不要合作 在立院招委這一個方面 現在看起來有不同的聲音 這個巧心事先講 他說韓國瑜獲得了52加2票 來當選立法院長 就包含了五黨籍的高精跟陳超明 所以他說其實願意禮讓 是禮讓給他 就是指高精素媒 他說他非常認同 內政委員會可以禮讓 高精素媒委員 因為雙邊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合作的夥伴 我們也記得那一天 在選立法院長那一天 韓國瑜跟高精素媒 就是在門口那邊牽著手 在那邊唱我們都是一家人 所以真的雙方關係 非常的要好 他說如果未來民眾黨 有不錯的法案 國民黨也不會故意 就是不排案 杯葛 相信法案的合作上面 跟民眾黨是有很多 可以共同合作的地方 那趙偉的部分 他覺得應該是要以 國民黨為主 但是藍營裡面 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比方說像是趙少康 趙大哥 他就講說 如果藍白不合作的話 綠會笑呵呵 所以他有不同的聲音 那傅昆奇的講法是說 黨團會議充分討論之後達成共識 不排除在昭偉這邊 會禮讓民眾黨一襲 希望能夠制衡阿拔的民進黨 那朱立倫也是說在院會中 希望能夠來團結在野的力量 讓法案順利通過 來凝結團結所有的力量 但是這樣子的話一說完 馬上被藍營的支持者給罵翻了 很多藍營支持者 還是記憶猶新 記得之前藍白河的破局 覺得心裡面不舒服 他說民眾黨 可能已經在很多的 藍營的支持者心中 已經留下了一個 好像不太有信任的這種印象 他們說如果你們要禮 讓民眾黨招委的話 我絕對不會再支持你們 太窩囊了 讓人生氣 甚至有人這樣說 幹嘛禮讓一襲招委 民眾黨的信用還能信嗎 如果真的讓 國民黨就沒什麼用 甚至還有人講說 如果自己選區的 國民黨籍委員 誰投民眾黨招委 下次就不要投給他 已經引發了藍營支持者的反彈 然後還去灌爆臉書 那朱立倫當然也看到 這樣子很大的反彈聲浪 他就趕緊說 現在這個黨團決議 只是在表達在野合作 授權黨團三長未來的合作 招委也不排除 還沒有定案 沒有說一定要怎樣 只是達成這個 在野合作的方向 然後大家來協調決議 那看起來這個民眾黨 人家也去問了一下 傅昆奇說 有機會禮讓一席 人家去問了柯文哲 柯文哲在出席 這個藥師公會春酒的時候 第一時間回憶就是 就是好像又沒有直接的回答 那媒體就問說 會不會考慮跟國民黨合作呢 柯文哲的回應是揮揮手說 什麼合作 就是好像沒這回事 那所以反倒這樣的一個反應 又讓國民黨的支持者 又覺得說 你這個是在擺高姿態嗎 就怎麼反而你是這種回應呢 那所以我們看一看 黃國昌他講說 反正秉持善意不強求 他說尊重國民黨團裡面的 這個民主程序 感謝傅昆奇釋出的善意 但是民眾黨團並不強求 也沒有希望拿什麼來交換 但是你看看 這個民進黨的議員 簡素裴就出來講了 講了又要酸兩句 他說 這個是保送韓國瑜當院長 獎品出爐囉 就是國民黨裡讓民眾黨 這個招委一席 然後與傅昆奇變成合作夥伴 然後繼續寄生藍營 黃國昌立刻反擊 他說要說寄生的話 你民進黨濫用國營事業 還有財團法人資源 才這個豢養了一批 這個綠色自家人 這才叫做是真正的寄生 那到底民眾黨現在 好像舞台是不是越來越縮減 因為之前講說好像很篤定 雙黃要來挑戰雙北 那現在黃國昌講起來 好像又沒有那麼堅定囉 這個2026會角逐新北市長有優先權嗎 那他說不敢說優先啦 但是選項之一 目前沒有百分之百確定 那有沒有挑戰台北市長的計畫呢 他說沒有 台北市一定是山山優先 就先投給黃山山 所以感覺上面民眾黨摸不到 該怎麼說呢 我們來問一下尚公 尚公怎麼看 這個昭偉的合作 藍白真的會合嗎 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說 今天在共識營裡面 去了46個立委 到底表決票數是多少 當然說什麼壓倒性 12比1也是壓倒 但是有46個 20比2也是壓倒 但有46個 聽說有表決的時候有很多人不表態 不表態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是贊成還是隨你變吧 當然立法院的召委 立法院的召委 他是可以排定議程 跟掌握議事流程等等的問題 甚至於在出審通過法案以後 就扮演朝野協商的召集 就是說你未來可能 我們說一個月 你可能委員會出審 通過以後送到院會的時候 召集人可能就負責 那一個法案的協商 如果協商有共識 直接到黨團簽制 就直接進院會 所以這個召委 並不是一個好像坐在那邊 主持個會議就沒事幹的召委 所以我覺得讓召委這件事情 當然越資深的人越不同意 越資淺的人越認為無所謂 你要知道國民黨裡面 現在大概52席 其實大概有過半以上 是新柯立委 根本搞不清楚立法院的意識運作 很多事情不能隨便答應 你一答應下去 你可能轉不回來的時候 你可能一個委員會 你就失去了控制權 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過去裡面藍白河從選舉一直到今天 今天包括柯文哲 包括他老婆 批評國民黨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這個東西你叫國民黨裡面釋懷 傅崑奇的想法 符不符合藍營基層裡面的想法 似乎好像已經不是符合藍營多數的想法 其實合作議案合作就可以了 為什麼一定要四處遭位 你不像高金素媒從 顏寬恆補選什麼陪著掃街 一路都在跟國民黨合作 幫忙國民黨等等的一些事情 今天並不是 民眾黨並不是 甚至於在總統大選 反而還是一個藍白不合 甚至於扯後腿的角色 黃國昌罵國民黨罵掃過了嗎 所以我覺得那一件事 就是說藍營基層的情緒 你在國會上面的運作 你也要兼顧 議案是大家可以合作 何必你把招委席次一放出去 這個反彈聲浪 我覺得短時間可能壓不下來 好 來請教鄭老師 先說一下民進黨那麼酸 說這個如果國民黨讓一席 這個是等於是回饋 因為他們保送了韓國瑜 當了立法院長 這就是讓人惹起 對民進黨的無限的厭惡 不要忘記在這場院長選舉 你們跟白的 藍 綠 白的私下 怎麼樣勾結 怎麼樣安排 什麼電話來電話去 陳永信 那個骯髒的事情 你們兩方看起來不夠多嗎 你今天還有臉書來講說 你們就是幹壞事沒幹成 今天韓國瑜沒有被你們做掉 沒有辦法你們聯手把這個位置拿走 你們今天還在講這種話 我說那個層次 你們是聯合起來幹壞事 現在進到第二個層次說 這次立法院裡面 兩個大黨沒有一個過半 這個也一定程度 民眾黨的巴西是會扮演觀眾 關鍵少數 但是他們這個人心不足蛇吞象 經常要以小博大 而且翻臉不認心很手辣 所以以小要來要挾大 你到底這個時候該不該讓他 我知道國民黨有些人考慮說 反正先禮後兵 至少因為未來 在剛剛前面講那個結構情況之下 你不可能老是跟民進黨 上次就是跟民進黨都不買他的帳 然後夾擊 白的就沒得逞 所以在院長那一局 他們自己摔得灰頭土臉 但是你未來在立法院裡面做 難道還要常常跟民進黨合作嗎 民進黨是執政黨 你跟他立委常常合作 來為了就是因為一個民眾黨 那得不償失 但是也就像剛剛尚玉福講的 說這些民眾黨 這些人是很不上道的 你今天禮葬他 他會當一回事嗎 這個恐怕要算 但是從總體來講 還是先某某程度釋放善意 如果說希望因為釋放善意 能夠在正當必要的法案 民眾黨就是要跟男的合作 如果他們這樣私信 而且他們瞎搞 用群眾監督他 當然說這個東西說真的 是有點與狼共舞 風險是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如果你跟民進黨 跟民進黨合作 那就與虎謀皮 那個是更大的兇險 所以這當然是個難局 所以他們要好好的分析跟討論 我還是覺得說 用群眾監督還是最重要的 當然尚益夫因為非常熟悉 這個議事規則 覺得說那個玩意 這個招偉這一席 不能夠輕易授予他人 有時候一發不可收拾 那這一部分就是 也許講好就是說 這個地方大家交換情況之下 要有一些基本的規則 招偉如果這一席讓給民眾黨 他在未來在跟國民黨的合作裡面 那就不能這個獨大 當然如果不信 另外一個招偉是民進黨的 有時候就很麻煩 不過本來就是一個 在多方角力的情況之下 新的格局 新的方法 試試看 那我是比較傾向說先禮後兵 那對這一群民進民眾黨 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這是與難共舞是最危險的 好 蘇惠 剛剛來錄影之前 才參加一個黨部的地方的活動 春酒活動 那一個阿姨就拉著我說 賣妞 賣妞 然後我想說什麼東西賣妞 他又說招偉的事 他說誰主張讓的 公開 公開 我覺得這也是負責任 不是說很懸殊嗎 主張讓跟不讓 公開 讓民眾知道 讓知識者知道 剛剛雖然上公說 我們有很多立委都是新科立委 但是這些新科立委 你也當過議員 所以你當然知道招偉 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 我們市議會也有委員會的招偉 招偉可以排案子 可以財事要什麼資料 可以財事專案報告 那這一些當然對於國民黨 未來在每一個委員會 不管你要查弊案 你要推動什麼立法 都是很重要 整個立法院有一個院長 在大會的時候他可以排案子 他可以決定發言的順序 跟發言的狀況 但是到了平時的時候 都是在各個委員會裡面審法案 跟這個部門質詢的 這個時候招偉立場 當然很重要 所謂的善意的表達 告訴大家未來的四年 國民黨對於民眾黨的善意表達 是表達不完的 因為民眾黨只有八席 他連一般提案的實習門檻 他都沒有辦法 他任何案子 光是要成案提案 都要國民黨跟民進黨去連署 民進黨會連署他們嗎 不會嘛 所以國民黨幫忙連署 國民黨幫忙排進去 法案裡面去審查 這不就是無限的這個善意了嗎 我必須要說大家要弄清楚一點 尤其是民進黨 你要搞清楚 韓國瑜當院長 不是來自於民眾黨的保送 而是因為他票比游錫坤多 今天民眾黨並沒有投韓國瑜 今天如果你民進黨當時策反的票 拉到的票比韓國瑜多的話 民眾黨保持袖手旁觀 今天不就是院長就是游錫坤了嗎 不能說一個人只要沒有動作 他就是幫我們 他沒有幫我們